內蒙古沙漠有沙洞下塔 活埋了兩個小孩 從影片可見 十幾個遊客聽到呼舊之後 趕到事發位置徒手挖掘 後來有其他人帶來泥鏟上前協助 他們最終救出被困的小孩 內地傳媒報導 事發在上星期六 內蒙古鄂爾多師傅報齊沙漠 兩個小孩在沙漠邊緣高處 玩著畫沙洞 跟著沙洞突然崩塌 活埋了他們 兩人身體沒有大愛 不過其中一人被埋的時候受驚 吃了不少沙